明规则什么呀 考大学 这就是明规则 工商工作员 明规则 什么叫浅规则呀 你是一个漂亮的姑娘想上镜 先上床后上镜 这叫浅规则 昨天晚上张玉就来了 从武汉飞来了 就在那做节目 我看他了 张玉就是一漂亮点 其实也不怎么漂亮 但是一般人还应该说漂亮点 他想上镜 他就跟导演上床 导演跟他上完床 不让他上镜 他就活了 他就联合了 一批小姑娘 撞到15个大导演 到中纪委排队20分钟 排上了 中纪委说 你告诉这些导演 如果是中央的干部 还是党员 那我们管 他有级别不够 我们中纪委就管 你找地方级别 如果他要不是党员干部 你得找监察部 对不对 党的尽力完美 不管非党员 张玉 张玉他说我不迟 我就是不迟 但是我让人给骗了 是吧 我说我赶不上纪念 我的智力啥不啥 人家纪念是现货 一手交钱 一手交货 我跟你提供信货 你给我多少钱 他们是玩期货 你都玩期货 期货没有信用 你敢玩期货 所以说呢 这个 去年 每年我都出现 十来个新的词 2007年的一个新词就是 潜规则 叫我被导演 潜规则 你怎么翻译我 你就是潜规则 什么一词 是发生了信用 是提供了幸福 我被导演 潜规则 所以说呢 规则 有明的 有潜的 这就是社会的魅力 我们社会要教学上 现在当年中国要分层 分十层 分层与流动 流动有明的 有潜的 潜的你得知道 你不知道 不知道叫无知 你知道了 你不现在这么做 对不对 但是你得知道 所以我们中国叫八无 我们老师的责任就是 把八无变八有 什么叫八无呢 好